是个鱼女小知识。鱼女走过的地方和扔叉收叉时叉子飞过的地方会留下20秒的水渊。水渊连接闭合会形成存在20秒的闭合水渊。鱼女走过的地方留下的水渊是不间断的。即使使用闪现、移行和自定义传送到目标。 穿鸡丝日动,被小说家换位也不会间断。 闭合瞬间会对范围内的求生者增加30%的湿气进度。二阶后闭合瞬间叠加的湿气增加到50%。闭合的水渊无法与其他水渊在此形成闭合水渊。 但有个例外,收叉时一定会形成闭合水渊。意思就是,扔叉和收叉时叉子飞过的路径和这期间与女走过的路径留下的水渊一定会形成一个闭合水渊,无论这期间是否有闭合水渊生成。 利用这点可以围出双圈快速增加求生者的湿气。比如我们先通过扔叉围出一个圈,再通过收叉一定会形成闭合区域,再围出一个圈,来使求生者吃两次闭合水渊的湿气。 注意不要收叉太早,因为求生者被一个圈围起来时,会有疫苗免疫其他围成的圈的影响。打断与女的收叉动作会使她无法形成闭合水渊。 在水渊中的求生者会以每秒10%的速度增加湿气。上蚁的队友附近湿气增加速度降低至每秒6%。 一看水渊9秒后湿气会以每秒5%的速度减少,但有湿气的求生者会降低10%的交互速度,20%的休机和开门速度。水渊使求生者增加湿气的高度大概是这个高度。 因此,如果只在地面围水渊的话,在站台旋转木马,电车上的求生者不会增加湿气,这时候就需要围出立体水渊。 如视频所示情境,白色曲线表示与女围的闭合水渊,当与女围成的闭合水渊不在一个平面时,其作用范围为该曲线分别对曲线最高点和最低点所在平面做投影形成的柱体体积。 这就是立体水渊。通过围出立体水渊可以使处于高低差的求生者增加湿气,可以用在地下室守湿。 当湿气达到100%时,会对求生者造成一倍普攻伤害,学后湿气清空且5秒内不会再次叠加湿气。 小凹飞也会叠加湿气,但机械娃娃不受湿气影响。 可以用飞轮抵挡湿气的伤害,抵挡后立即重新叠加湿气。 盾、鸟、铲子都可以抵挡湿气的伤害。 利用砖洞和牛仔翻越剑玩者的无敌针也可以抵挡湿气的伤害,且抵挡后不会立即重新叠加湿气。 但是,引人的猪不能抵挡湿气的伤害。湿气的伤害可以把求生者炸下车。 铲子可以消除湿气,小女孩附身队友后不会受水渊影响。 如果求生者的湿气为百分之九十大吉,鱼女会立马变成狙击火。 认出鱼叉后鱼女处于回忧状态,此状态无法主动交互和攻击,通过花架的话可以强制使鱼女翻窗和裁板。 辅助技能只能使用闪现 惊声和插眼 不能使用异形 但是如果有已经放好的传输门是可以通过的 回忧状态被分技能就不能主动收插了 在回忧状态时可使用技能经过 经过冲刺期间这次点击技能键会主动停止 冲刺期间五是求生者的角色碰撞 命中求生者立即增加30%的士气 二阶后立即增加50%的士气 经波可以命中翻版的求生者和贴着窗户的求生者 无法命中大洞残影 也无法命中从棺材里出来处于无地状态的求生者 经波可以创掉园丁的盾和先知的鸟 无法创造盾地的守木人 可以创下在锅栓车上的人 可以通过经波打断求生者使用技能的前摇 使其消耗道具或进入CD 经波春刺期间不能专动 冲刺后会立马被吸过去 鱼女许安吃肚离拼盘 演一只吸引百万人鱼的原形是 1952年的美国电影百万美人鱼 胡锦春的一块岩石上写着 关于鱼女的一句商人的话 你还知道哪些关于鱼女的小知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有一点小知识 我会想要去你 但是她会找到你 我会想要多了